有个网络热梗最近几年很流行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但有些人却反其梗而行 专靠骗自己的中国同胞发了横财 最近美国联邦司法部发表了一份声明 指控李雪和王联波共谋电汇欺诈 共谋洗钱和共谋通过阻碍联邦选举委员会 管理竞选财务法等罪名 据了解他们通过虚假的投资移民项目 诈骗了超过150名中国人 共取得超过2700万美元的赃款 用于个人挥霍 而这被骗的150多个中国人 不仅损失了钱财 自己的利卡梦也跟着一起烟消云散 7月中旬 美国FBI联邦调查局展开抓捕行动 李雪和王联波在纽约牡荔湾的家中被当场逮捕 由于此案涉及人数众多 涉案金额也巨大 案件交由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 联邦调查局 纽约外勤处助理主管 国土安全部特别探员和国税局 特殊刑事调查组共同负责 根据案件卷宗 这二人通过误导性的声称 他们的虚假项目 得到了著名政客的知识 又是受害者投资于一项欺诈计划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 布雷昂·皮斯说 被告通过以自己的名义 非法向政治运动提供外国资金 并邀请外国公民 作为他们的客人 参加筹款活动 让他们与美国政客近距离接触 从而助长了这种欺诈行为 根据起诉书显示 李雪和王联波并没有专门的政治倾向 而是谁火就给谁捐款 他们参加特朗普的共和党筹款晚会 也给时任纽约州州长的民主党人 安德鲁·库默捐款 其诉书指出 李雪和王联波策划了一项 长达近十年的投资移民的诈骗计划 他们虚构了一个名为 汤普森教育中心 简称为TEC的私立教育机构 然后虚架陈述在TEC项目上 取得的进展以及政府官员的支持 向投资者和潜在的想要通过 投资移民取得绿卡的中国人 发送了许多虚假的宣传材料 这其中就包含有李雪 与美国诸多政治人物的合影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的客观状况 许多生活在美国之外的投资人 就认为李雪是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支持 便毫不犹豫地投资了该项目 希望通过这个渠道 拿到美国绿卡 据查证 截止到2022年7月 已经有超过150名投资者 在TEC项目中 投资至少2700万美元 其中 约1650万美元来自承诺获得绿卡 以换取投资的EB5的投资者 以及由于李雪 曾谎称要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而获得的来自股票投资者的 约1100万美元 不过 假的中规是假的 李雪和王联波以及其他共谋成员 收到钱后要想办法挪为己用 于是他们将资金转移到以李雪的名义 创建了多家公司名义持有的银行账户上 李雪和王联波把这些资金用于个人享受 包括服装和配饰 珠宝 住房 度假旅行 高档餐饮 以及对著名政客的政治捐款 截止到2022年3月 李雪和王联波以及其他共谋成员 已经挪用了至少200万美元投资款 以及花费了至少250万元 用于各种没有明确商业目的的个人开支 而这些都没有被李和王列为个人收入 报告给国税局 在美国 只有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可以向政治人物捐款 外国人捐款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李雪和王联波将外国人的资金 通过自己的账户给政治人物捐款 违反了联邦选举法 根据起诉书显示 2017年6月28号 李和王向12名外国公民 收取了每人9.3万美元的费用 参加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筹款晚会 并以自己的名义向筹款委员会提供了6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当天李雪和王联波获得了与特朗普合影的机会 而这张合影正如前文所讲 又被他们用于虚假投资移民项目的宣传 来去欺骗更多的中国人 除此以外 以同样的目的 李雪还在2014年 向时任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库默的竞选活动 捐款了5.5万美元 国土安全部调查局 特别调查组负责人 李基·帕特尔说 李和王实施了一项 针对外国公民的大规模 多层次的欺诈计划 范围从虚假的房地产投资 承诺的付款利益 邀请美国政客接触到 为竞选活动提供非法捐款等等 这些都是因为 投资移民签证程序中的滥用 才使得被欺诈的范围如此之惊人 的确 通过投资移民 是一条富人们可以拿钱办事 获得绿卡的便捷通道 但还是希望广大小要通过这个方式移民的投资者们 擦亮眼睛 选好项目 否则最终自己的绿卡没有到手 还损失了一大笔真金白银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